感冒与过敏性鼻炎的纠葛 教科书上对感冒的定义就是如此 过敏性鼻炎即是变硬性鼻炎 也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枯桃热或花粉症 是机体对某些过敏原敏感性增高 而发生在鼻腔眼膜的变态反应 本病分为常年性及季节性发作 前者过敏原以屋内尘满 霉菌等为主 后者过敏原主要为花粉 多见于中青年 常有家族遗传史 今年来 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 常明显分高趋势 由于过敏性鼻炎症状类似感冒 都会引起鼻子有停等 所以临床误诊率较高 常常混淆 区别该两者 您注意以下几点 很多情况 当无法区分是普通感冒 还是过敏性鼻炎时 会首先按照普通感冒 服用抗感冒类药物 如果是过敏体质 服用抗感冒类药物后 往往治疗效果欠佳 即使有些抗感冒药物里面有抗过敏的成分 服用后确实能缓解打喷气 流鼻涕 鼻色等症状 但是却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病情 随着病情的加重 感冒药就逐渐显得力不从心 结果导致病成窃炎 虽然或敏性鼻炎本身并不致命 其症状一般也不严重 但若长期不重视 未雨正规治疗 会在患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悄然升级 反复发作引起多种并发症 如笑、蠢或敏性知气管炎 限量体肥大或敏性结膜炎等 快速识别或敏性鼻炎 轻度鼻痒者 总觉得鼻内好像有只蚂蚁在行走 忍不住右手揉搓鼻部 重者难以忍受 畅连着打多个喷气 大量清水让鼻气自动流出 由于鼻痒 鼻色不适 常做归脸 有时手掌将鼻尖向上揉搓直痒 常出现缩涕动作 久之鼻被皮肤出现一道横纹 因鼻色引起 面部静脉会有受阻 眼睛下方 皮肤色素沉着 形成黑眼圈 电行症状 大喷嚏 流青鼻涕 鼻色 鼻痒 以及不变香臭 积极治疗 或敏性鼻炎 可预防哮喘 但或敏性鼻炎 的炎症直显于上呼吸道时 就应该去 有效的治疗措施 以防止发展被哮喘 这些治疗措施包括特异性免疫治疗脱敏治疗 鼻腔吸入到皮质激素或色肝酸 那 口服各种看过米药物可免疫调节气等 如果措施得到 积极预防 过米性鼻炎患者可以避免发展成哮喘 尤其对于患有过米性鼻炎的儿童 在期免离异系统尚未发育完善之前 即使治疗并配合预防措施 可以在青春期前控制病情进一步发展 避免发生哮喘或限量体肥大 提醒 临床上已经正式脱敏治疗 只有降低气到高感硬性 结抗变硬性 严正的作用 可以同时防治过米性鼻炎和哮喘 对于有气到感应性增高的过米性鼻炎患者 治疗 虚常计划 系统化 目前认为 经鼻吸入糖皮质激素是治疗过米性鼻炎 和预防哮喘的最有效药物和最佳治疗方式 研究证实 经鼻吸入抗炎药物可以同时控制过米性鼻炎 哮喘综合症患者的上 效忽吸道炎症 应是为最佳的挤药途径 也提示了经鼻吸入糖皮质激素 具有预防和治疗哮喘的作用 对于过敏性鼻炎患者 应重视并评估其有云发展 未哮喘的可能 而对于哮喘患者 则应重视过敏性鼻炎 同时预防和治疗小下呼吸道炎症 才能预防哮喘或完善过敏性鼻炎的治疗 对于过敏性鼻炎的治疗 感谢您的观看